发生什么事了 船 船都被炸了 谁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船都被炸了 好刀 原来是谢前辈 我天鹰教与你素不相识 为何一上岛便悔传杀人 这刀是我天鹰教的 这刀是你们造的 这把刀是你们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如今落在我谢迅的手里 那就是我的天空地道 我再说一遍 这刀是我天鹰教的 我再说一遍 那是 那是 这 你 你 我 你 这 我 这把刀我要带走 大家没有异议吧 谢前辈 德高望重 明阳四海 完全有资格拥有这把宝刀 我们大家都非常赞同啊 阁下 是海沙派的帮主 袁广波吧 郑氏在下 我是不是谁 又适合门派 我做过什么好事 是 这些你都不知道 还是我德高望重 明阳四海 真是阳风阴卫一白胡言 莫谢陈就见不得你这种卑鄙的小人 徐南蔡玉瑶 你害死了张登云全家 上个月初又将欧阳玉卿 在海门害死 这些都是你干的好事吧 神泉门过掌门是吧 在下过三泉 见过谢老前辈 崔玉飞烟是你什么人 是我嫂子 你嫂子 你破坚不成 将她害死 可有折势 还有巨京帮麦帮主 就在今年五月 你抢劫了一艘远洋的海船 将船上几十号客船赶入海中 溺水而亡 还将七名妇女轮前致死 真是天理难容 我谢陈最讲道理 你们三个人一起来 如果打赢我 你们可以走 如果打不赢我 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们的死机 放心 我不会用这屠龙刀 这样的话 你们三个人一起来 或许还有胜算 你们这些人都是有眼无珠 错入石门就应该死 死 谢前辈 这些人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 不曾做过恶事 没有一个人 不曾杀过人 所以他们就应该死 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死有余辜 罪有应得 没错 那你这样滥杀 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 就在于我的武功高 他们的武功低 强者胜 弱者败 这就是区别 谢前辈 我知道你武功高强 但我更想告诉你 人和禽兽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懂得是非 你这样士强凌弱和禽兽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都是练武之人 理应除强扶弱 谢前辈武功高强 我敬仰你 若是谢前辈能够行侠仗义 那才是苍生之福啊 刑侠仗义 我为什么要刑侠仗义 刑侠仗义就是伸张正义 替天行道 使得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派胡言 你说 这个武林之中 真的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天道难言 人事难知 但求心之所安 亦所当为 好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武当张翠珊 真是没有想到武当的人 也跟谢某抢着屠龙爆刀 我们武当对着屠龙刀没兴趣 但是这把刀和我三哥受伤有关系 让他用无需损 进 narciss 伸臭 刑侍也很是平凡 看来这张老道 没什么了不起的吗 谢前辈武功盖世 在我师父眼里 不过是匹夫之勇 罢了 门蜀 大丈夫岂能贪生怕死 如我 可以 如我失门 不行 张三丰 开创宗派 想必在武学上面 有独特的造谣 张武侠 你擅长什么 谢某倒要领教一下 谢前辈 屠龙刀你已经拿到手了 领教就不用了吧 你们二位郎才女貌 一对碧人 原本我也不想 只是事实如此 我不得不杀你们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我在这孤岛上 留下活口 不出几日 那么江湖中人 都知道我谢虚 得到了屠龙宝刀 今天来偷 明天来抢 谢某人岂不是很烦 其实你早已打定主意 要杀人灭口 没错 如果你是晚辈 我就让着你点 兵器 拳脚 进宫 暗器 内宫 你随便用 我来奉陪 如果你输了 就当你是自杀 那要是你输了 也自杀吗 我怎么会输呢 准备出手吧 谢前辈 谢前辈 既然前辈逼晚辈出手 那我只好奉陪了 如果我输了 任由前辈处置 若是侥幸赢得一招办事 我不需要前辈去死 只求前辈答应我一件事 说 你疯了 生死攸关 怎么能任他处置 你跟他比什么 你有把握吗 没有 尽力而为 一会儿若是输了 我们就尖气逃走 别管我了 赶紧走 有多远走多远 不行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逃走的 我 谢前辈 若是我赢了 我想起 我怎么可能会输 爽快一点 要比什么 比 写字 这 有 青年 在山上 Tube 有 家 出 学生 飞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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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誓 不自見 故名 不自誓 故正 不自伐 故有功 不自經 故嘗 夫 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趕緊回通 雷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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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多 不自豪 名字 武林至尊 包刀屠龙 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一天不出谁欲争锋 有气势 有韵味 我谢不出来 谢某佩服 谢前辈 你输了 可不去抵赖 张武侠欲武学于书法之中 令辟西境 谢某大开眼界 佩服 真是佩服 谢某输了 你尽管吩咐 晚辈岂敢吩咐 只是斗胆相求一事 就是请前辈饶了岛上这些人的性命 你可以让他们发下毒誓 绝不后悔透露 我从不相信任何人发下的毒誓 你什么意思 你想抵赖吗 那又怎么样 你们二位 我可以饶恕 可那些人不行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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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去二位 暂时失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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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前辈 你把岛上的船都烧了 那些人怎么回去啊 他们留在岛上 自生自灭 干干净净 岂不更好 你真有本事 找了一船又聋又哑的水手 这又何难 我找一船不识字的水手 刺龙他们的耳朵 再给他们灌上哑药 不就好了 回到中土之后 我再刺下他们的眼睛 他 发生什么事啊 鹰姑娘呢 这龙头 谢陈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 庄子的秋水篇中说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 万川归之 不知何时指而不营 然而海并不骄傲 只是说 武在于天地之间 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野 庄子真是了不起 胸肌如此博大 是啊 服刑千里之远 不足以举其道 千刃之高 不足以集其身 也想起你师父了 你怎么知道 看你脸上的神情 就知道了 千里之远 不足以举其大 当时除了张三丰道长外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 担当得起了 你很聪明 真心羡慕 你有这样一个 德高望重 又武功高超的师父 我若有机会 一赌张真人风采就好 你如果真的想见他 若能回到中途 我可以带你去武当山见他 真的吗 你武当是名门正派 你不怕我是魔教妖女 会玷污你们武当的名声吗 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回中途应该在西边 可我们的船现在在向东去 谢前辈 我们的船方向是错的 中途在西边 可是我们的船现在在向东时 一直向东 没错 向东是茫茫大海 去那里干什么 你还不快让少公转舵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为了这把屠龙刀 我必须要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思考 它为什么是武林至尊 为什么又可以号领天下 中途乃非老之地 如果江湖中人 都知道我得到了这把屠龙刀 今天来偷 明天来抢 岂不是麻烦 因此我要在这茫茫大海当中 找到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定居下来 谢前辈 你可以找一个地方思考 那得先把我们送回去啊 如果把你们先送回去 那我的行踪 岂不是泄露 谢前辈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请二位 跟我在那荒岛上 快活逍遥地过日子 那如果十年八年 你还想不出来 刀中的秘密呢 那你们就陪我十年八年 如果我一辈子想不出来 那你们就陪我一辈子 一辈子 那怎么行啊 我在王攀山的时候 看得出来 你们二位 在危难之时 关切之情一语言表 二位 又郎才女貌 如果到了荒岛之上 你们皆为夫妻 生儿育女 岂不美哉 谢前辈 你别耍笑了 你看看燕姑娘的样子 就知道我说得没错 谢前辈 我张翠山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如果你不信我 我可以对天启示 绝对不会向任何人 透露今日的所见所闻 我不相信任何人 在我二十八岁那年 我就发过众事 看看我的手指 看看我的手指 就在那一年 我最尊敬的人 我生平最崇拜的人 欺辱了我 之后又杀了我全家 因此 我断智发誓 谢迅有生之年 绝对不再相信任何人 谢前辈 那你的深仇大恨 现在报了吗 害我的人 武功极高 我伤不了他 我若不是为了抱着血海深仇 我夺着屠龙刀要有何用 我又何必苦苦地 向着屠龙刀的秘密 以往 以我的脾气 二位是活不成的 我看二位是一对碧人 不是一般的俗柳 倒不如跟着我 找一个荒岛 逍遥的生活 也不错啊 继续 我 我不是有意的 我们 现在 得先想个办法 把那家伙制服了 然后才能脱身 你是小暗算 暗算 那不是大丈夫所为 只是咱们俩的功力远不及的 不如我先叫醒他 然后和他比拼掌励 你在一旁用暗器助我 但是千万不能下毒 咱们俩以二胜一 已经是胜之不武了 好 如果你们想偷袭我 可能有一线机会 可非得要什么正大光明 保全你们名门正派的狭义之风 真是自讨苦吃啊 好 来 谢某跟你们比试比试 好 嗯 谢谢你们不要伤他 快住手